請問 你說你正常 他說你不正常 我就問 你正常嗎 對 原住民跟性幽默 對 我們有看過憂鬱的原住民 大部分呢 就是原住民朋友給我們的感覺 就是他們是比較 能夠樂天之命的 對 那我先介紹我這邊的囉 OK OK 好不好 好 華麗 嗨 歡迎光臨 好 這位是我們的 好 以及我們的 來 美麗 美麗 來 秀琴 沒事 太久沒見了 太久沒見了 一下子認不出你是誰了 還有志遠 大家好 我很怕你說張太三 變胖又變瘦 是不是變胖 對 胖胖瘦瘦瘦瘦胖胖的 那請問一下 父母在養育你們的過程中 有沒有哪些有趣的事情 或現在想起來有一點 哭笑不得的事情 對 父母養你們 不是你們養小孩 父母養你們的時候 什麼哭笑不得的事 來 我們來看一下牌子 請舉辦 把我的寵物給民居搭完 五花八門 你看秀琴這個 真的有夠 胸部 那邊發育期嘛 胸部酸痛 就給你貼酸痛貼布 算起來合理 超級合理的 有點涼涼的 對啊 滿合理的 因為那個時候 我們還不知道那個是發育 那因為我媽可能就是都在工作 然後家裡就剩爸爸這樣子 然後有一天我就跟我爸講說 爸 我真的胸部有點痛這樣 然後可能我爸可能講說 因為我們家小孩比較多 可能跟姊姊在玩的時候撞到 然後我爸也很淡定說 好 爸爸去藥房買東西這樣 然後他回來的時候 就買那個撒龍趴子說 那個妹妹 等一下妳就把那個胸部 貼撒龍趴子 我說 烏奶衣嗎 這樣子是會不會很痛啊 痛 那就貼吧 這樣兩次應該很快就消肚了 這樣啊 這樣兩次 然後合天嘛 禮拜一要上課了嘛 要新生訓練 我們就穿那個新制服 那我們以前也不會穿什麼內衣 對 然後就這樣 就兩塊這樣子那個 撒龍趴子在那邊 好大的胸貼 對 同學就一直看我說 放行 放行 怎麼兩塊在那邊這樣 我說 沒有啊 我就胸部 脹脹痛痛的 我爸就想說這個是 會消腫 還滿解這樣子 所以還滿涼的 就這樣子 還好你沒有持續貼耶 你如果持續貼到長大 那你 是 因為他就會一直消腫 他一直消腫 難過的是我 對 好了 你 你月經來 然後 對 然後就是 月經來 然後小時候呢 就是都會跟 好朋友啊 姐妹 開始聊這樣子 對 然後我的姐妹朋友 他們在聊的時候 他們都是很開心的 然後我就一直很懊惱 我想說 怎麼每次我上廁所的時候 我的都是很 有點不舒服這樣子 然後我就問他們說 你們都不會痛嗎 他說沒有啊 沒有痛啊 就很開心 我每次下課的時候 都要去換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我來的時候 我要去換的時候 因為我 爸爸教我的時候 就是把黏的 就是貼你皮膚那邊 這樣子 你到底做出來了 對 他說貼皮膚那邊 就不會滲出來 真的 我們我第一次 那個來的時候 我也是貼皮膚耶 我想說他不是有刺膏嗎 是黏在那個大腿內側這樣子 對啊 可是爸爸就說 貴生眼貼皮膚喔 就是想說貼皮膚那邊 就不會漏口啊 可是每一次都還是 而且妳為什麼都 養給妳爸爸的 對 爸爸就吃飯 媽媽都不在 我跟你講我也是 因為那時候我也是叛逆 我就不想問我媽 然後我就想說 我那個來了 我就自己去買那個衛生棉 可是我就看 而且那時候 以前衛生棉 不是每一個牌子 都有耳朵 然後我就這樣一片這樣 應該是這樣吧 然後就這樣黏 它怎麼黏住 就很不舒服 而且它也沒有吸啊 對 然後結果 後來我才知道 原來是要 那個黏的是要黏在內褲上 這個事情跟以前 一個老笑話一樣 那時候政府在推行 捷育 就是避孕不要生那麼多 那衛生局的護理人員 就教老公 就說那個 這個安全套 我教妳怎麼戴 來 這個這樣套進去 然後老公就聽了 然後晚上 就發生那個事情 沒多久老婆懷孕了 那沒有用嗎 他沒有用安全套嗎 不是 他有用 那個護理人員不好意思 講說那就是在那裡 他講你說這樣子 你應該能懂吧 來 志遠 那你那個來的時候怎麼解決 我怎麼來 我那是痴瘡 我的滿特別就是 把成績當作那個明白的 因為我小一年級的時候 那開始我們就會有考試了嘛 那第一次去考試的時候 斷考考試的時候考 老師會講說 你們這個考卷一定要給家長 簽名 那個分數是完全不能看的 然後回去 然後我就把考卷給他 四張考卷給他看 然後你看 然後再看另外一個 數學 我以為 你要講分數 九分 十二分 十八 十九 加起來剛好一百這樣 然後這種 死人了 我很擔心 爸爸那個臉這樣 面色凝重 很凝重 然後就深呼吸 好 沒關係 很開心 爸爸看到你這個數字 你給爸爸 爸爸今天晚上要簽那個 六盒彩 好樂觀喔 他就很樂觀 他就完全沒有生氣這樣子 那我就 因為我爸對 小孩子在課業上面 他不會去說要要求多少 他希望我能夠很自然的去發展 你喜歡什麼就去洗 但重點不要去學壞 重點不要跟人家去 陳兄董 重點是那一次有中嗎 爸爸簽下去 動兩百萬 家裡全新裝 沒有 結果廠都沒了 沒有啦 他就說 他其實是用這樣的方式 就是來去安慰我 那我不要就是說 不要在意這個分數 其實也不要什麼生氣 因為他進步的空間太大 對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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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樣很好 我到現在還在進步 你的寵物當晚餐 什麼寵物可以當晚餐 因為我小時候其實 除了狗狗之外 那我們不是在學校外面 都會有賣那種小鴨 小雞 很可愛 黃色的 對啊 他回去都很可愛 自己就是很從小 這樣子餵他 味道大的時候 可是他越來越大了 我們家是公寓 也是在我爸爸的那個 什麼志強活動 去錄影 然後大概是三天兩夜的時間 然後我就想說 我要去三天兩夜 就跟我的鄰居的那個 妹妹們講 因為我們就是住公寓 都是全部都是原住民 我們沒有在鎖門的 對 他們真的 他們就可以直接來家裡 就餵我的鴨啊幹嘛 幫你照顧 你們部落好高級耶 還有公寓 還有公寓 對 我們都平靜耶 好草屋耶 我們還是很高級的好不好 然後那個時候是 就是有交代 那個妹妹們就說 如果我不在的時候 這三天幫我餵鴨 回來的時候想說 第一件事就是看我的鴨子嗎 兩隻 一到的時候想 為什麼我沒有在籠子裡面 然後我去找妹妹說 你們帶 有沒有帶我的鴨去哪裡 然後她就說姐姐 他們臉色這樣很難看說 姐姐 我說幹嘛 我就說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我就哭嘛 哭了去找媽媽 就說隔壁啦一包的 那個鴨子吃掉了 然後媽媽就說 他們也都大了 豬養肥了就是要殺嗎 可能天氣冷了啦 養母鴨不錯啦 她媽媽很夠意思 沒有自己吃給別人吃 真的 對 她還是有感情 真的還是有感情 我小時候是人家送我那個 叫做鴨子雞 鴨子雞真的就是寵物囉 那Google的道 長得既像鴨子又像雞 然後養了半年 我也是有一天放學回家 然後第一件事情 要去弄水給她喝 籠子空了 然後再回到客廳 鳥去籠空 盤子裡面放 兩根雞腿 我問我媽說 我的鴨子雞呢 這是什麼 我媽說這是什麼 鴨子雞啦 鴨子雞 還留雞腿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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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自己吃掉雞胸肉 最好的留給你 長輩的觀念 哪是寵物 都就是養大藥來吃的 為了洗衣雞腿你打 我小時候我舅舅 他就買了一個 雙槽的洗衣機 就是一個是洗衣機 然後一口水乾的 然後結果那時候 我們就看到 我跟我表姊 我們都玩伴很皮 我們就說 那是什麼 冒泡泡耶 就不知道那是什麼 就是那個洗衣本 再轉 結果我跟我表姊 就跳進去玩 玩到很開心 真的 就在玩那個泡泡 就這樣掀起來 結果我媽媽是 在我們村子裡面 就是賞門很大的 他一看到那 然後就一直 一直說 追著我跑這樣 他就說 安心 你不要跟我回家了 你回家 很新耶 對啊 對 對啊 對 那妳那個過敏嚴重 不帶妳就醫 對啊 我們家是比較 住山上 哪裡 我住南投 西藝鄉 對 然後比較山上一點 然後我們那邊離市區很遠 有一次我剛好就發燒感冒 然後我說媽媽怎麼辦 我已經發燒到四十度了 怎麼辦 不舒服 媽媽就想說好 那我去買成藥 去甘馬店那邊買成藥 我一口喝下去 我退燒得很舒服了 我早上起來打開 眼睛整個外凸耶 然後眼睛腫得像什麼一樣 然後像成龍的兩倍 然後整個那個臉像豬頭 然後香腸嘴巴 腰頓 然後我就整個都沒辦法呼吸 然後 這樣很危險 我就沒辦法進食 就連吞的那個都沒辦法吞 然後講起來 怎麼辦 太可怕了 怎麼辦 然後她想說 那一個禮拜都喝水耶 她說喝水就會消退 她覺得說喝水就會帶些那些東西 然後妳喝 一直喝 大概喝四千CC 然後小朋友 妳說 那種 求生意外沒有辦法 因為有水中抬不掉 對 媽媽都沒有到妳要下山的意思 沒有 妳毛病也很多 她覺得我們有那個 蒙古大夫 她相信我的能力啦 就是體抗力 治癒的能力 我求生的念強 對 美玲 妳有住過公寓嗎 我真的住公寓 然後二樓 那為什麼會住公寓 是因為我們家單親家庭 所以我爸爸就是帶著我 跟我弟弟長大 然後那時候他一個男人 要帶兩個小孩其實很辛苦 然後那時候我記得他在那個 木材行上班 那木材行有很多就是電鋸什麼 其實是很危險的 所以我們在放學的時候 就只能待在家裡 我們小時候的年代很多那種 那什麼人口販賣的新聞 對 他就很怕說 我們如果一不小心門打開 就被不認識的人帶走了 所以他就通常 我跟我弟放學 我們就是常常被 反鎖在二樓的公寓 所以妳的板子就是 每天被鎖在家裡 那時候我想說 我是不是 我是我爸親生的嗎 不是 那妳吃飯怎麼辦 我吃飯的時候 我跟你講絕了 因為我那個姑姑的木材行 她就叫我表姐 那個木材行其實就是 隔一條馬路 過個馬路 然後過來就可以到我們家公寓了 她就按電鈴 美麗我來了這樣子 然後我就下去這樣看 我探頭她就在下面 她就拿我的繩子這樣子 她就幫我把食物綁起來 然後我就這樣拉 然後就是吃我跟我弟弟的那個晚餐 午晚餐都是這樣子過的 印象最深刻是小時候 從小一到三年級都是走路上下學 那通常就是下山最快嘛 大概一個小時 上山的話就要兩倍的時間 就要兩個小時 那有一天我爸爸就跟我說 丫頭 我今天就是下班的時候 可以接妳喔 我就好開心喔 就可以坐到我爸爸的摩托車 一二五這樣子 然後我還很囂張的跟我同學說 不好意思喔 我們家就 我跟我弟弟坐你們就不夠了 因為摩托車嘛 然後大家就會投影 那我很羨慕的眼神說 好好喔 美麗家有摩托車這樣 然後就一上了我爸爸的摩托車 就走... 剛剛還在跟我同學嗆聲對不對 半個小時後 他們經過說 妳怎麼在這裡 怎麼還在這裡 沒有 所以妳知道 往我家的路上每一個就是彎道 好 OK 好 原住民爸媽爸媽 最怕碰到哪件事情 A 學校功課太難 B 小孩經歷太旺盛 那換妳們拿 A還是B 來 請舉牌 來 大部分 黃麗是功課太難 我家小朋友三年級嘛 他的現在 英文對我來說 真的蠻難的 然後我的中文其實也不是太好 發音是會 不是很標準 因為我們從小 我現在已經有故意咬文嚼字 然後有時候我們不是會講那個 之前我的L跟Z是 都是放在一起的 然後我講錯的時候 小朋友就說 可是老師不是這樣講 我就說 老師不是這樣講 那妳問我幹嘛 我還生氣 我還生氣 妳還見笑 妳還見笑 我還生氣 那妳要問媽咪 然後我跟妳講了 妳又說我講的又不是這樣子 還生氣 英文也是 英文的時候 就是我就被他講過幾次 他就說 媽媽妳都念錯 我後來直接 我現在都是用Google 翻譯機有沒有 就是直接大 然後直接放大最大聲 我說這什麼意思 就直接念他 然後考他的單字這樣子 小朋友 在小學的英文 真的很難 真的很難 我上次講過說 為了訓練我女兒的英文能力 我跟她約好了 明天開始 我們什麼都不能講 只能講英文 後來從隔天開始 我跟她沒有講過話 妳怎麼說 妳怎麼說 老莉媽媽 老莉媽媽 我都聽不懂了 進去話進去話 妳怎麼說 然後爸爸都這樣 不認識 還會接電話這樣子 裝忙 我有... 我曾經幫我哥哥的小孩 那時候他讀那個永蘋果小 然後他有一陣子就住我家 然後我就幫他簽那個聯絡簿 後來他很快他就回他 回我哥家了 他就不在我家了 因為我給他簽的那個聯絡簿 讓他造成很大的困擾 這樣子 因為我認真的看 我就跟老師說 老師我覺得妳這個題目 出得非常非常的不好 OK 好 這個完全不是為了要 為了考學生的程度 你這個是刁難 而且這個本身邏輯是有問題的 對 我寫了... 我就寫了一篇這樣子 對 聯絡簿都不夠寫 差一點要寫的 不是 他就會回家了 所以我就不敢再請這個社交 褲子媛也是覺得 學校功課太難了 你看看我自己的功課就知道了 當女人問你數學怎麼辦 一年級的時候OK 然後他的數學我可以這樣子 慢慢的 因為很簡單嘛 他越來越大的時候 懲罰OK 那我就慢慢陪他背 那種覺得懲罰表 他開始講 然後知道怎麼背 到四年級以上我就覺得 我完全就想 因為有那開始就是公式 開根號這個 他怎麼辦 然後就到書房 去拿那個計算器 我就拿個 你直接按按算一算 就等於多少就好了 這樣子 你數學數學不行 你就要秀琴交不就好了 看得更慘啊 看得更慘啊 那種是你講 你要打人喔 母系社會又來 不是 有一天他那個國語作業 我就沒有看他前面的題目 我想說怎麼不守 通常不守是看左邊嘛 說怎麼 一整排都是寫錯的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把它插掉 然後我還用左手 用女兒的字跡這樣子 就把它改好這樣子 我就很得意這樣子喔 隔天的時候 然後我回來的時候我就想說 應該是曾經還不錯這樣子 然後我說陳琳 今天國語作業怎麼樣 應該還不錯 然後我說 媽媽我也不知道 昨天明明就寫對啊 可是後來怎麼都錯這樣 我說 我本來不想承認這樣 我說哪裡錯 怎麼會錯 結果後來他們的 怎麼會是寫什麼 部首的右邊這樣 然後結果媽媽自己那個書鍋 就寫錯 雞婆這個 對 然後有一次又在教 家裡又在寫 爸爸媽媽的手都借你嘛 對不對 然後我們說 一加一 二加二這樣 好 我就變這樣子 然後來 這樣子多少 因為他講什麼 一 這樣多少 一 加一多少 二 然後這樣子 這樣多少 三 然後就這樣 然後他這樣子 六加六 四 二 不是 他說這個是 二 這個是四 我說不是 這是六加六 他說 明明就是 就不是跟手指頭嗎 對啊 這樣子 所以其實你看 你去日本的時候 他會跟你講 比如說七他會這樣子 對 然後就是五一樣 叫做七根嘛 對 那我們的 我們會講七 可是在大陸這個叫八 對 大陸這個叫八 對 所以六 他們是這樣子 日本是這樣 六 這樣還比較清楚 對 就是很清楚 對 我是選B 就經歷太旺盛 爸爸本來就是 本身運動員 體力就很好 然後剩下的女兒呢 晚上又不睡覺 長大 體力真的是 很誇張得好 他幼稚園的時候 他就是專注力不好 然後中午五歲的時候 他就會 一直這樣翻來翻去 然後一直出怪聲音 什麼 我們會打搶到旁邊的同學 就有一點過動額這樣 然後小朋友很奇怪 有時候我們帶他去 比如說街上逛街 然後我就在幫爸媽 就是試穿衣服 然後我就跟他講 妹妹在那邊等媽媽喔 你不講還好 你一講他有那個 鍵字的時候 他就是會去亂碰東西 他就把那個衣服的標籤 亂撕 亂碰這樣子 有一年過年喔 然後更誇張 我們是先去逛那個夜市 然後他就硬要吃什麼糖葫蘆 還是那個棉花糖 然後我也是幫爸爸去換衣服 我就要看他怎樣什麼的 他就整個這樣一吃 叫他不要打開 結果他已經打開了 就這樣給我 一排 對 然後那個棉花糖 全部都黏在上面 完蛋了 結果被那個小姐看到 我們就賠一整排 你知道嗎 我想說真的是 然後你沒辦法 我說 爸爸 把他帶出去 然後爸爸就把他帶出去 日正當中一兩點 然後爸爸就帶到我們家樓下 那個公園 然後去吊當槓 幹嘛是要發洩經歷喔 對啊 經歷到他以為是說 要去盪球籤還是敲敲板 也算是一手啦 他用自己的手盪啊 他哭 你知道嗎 因為我不救他啊 沒有 你可以想像 如果他在山上 他根本沒有這個問題 對 因為山也這麼大 對不對 在山上一下 市區沒得跑啊 對啊 市區真的 算吧 也就當槓 他就叫著 就放不放這樣子 他說爸爸要多久 沒有很久 你撐得住 加油 他本來剛開始 他爸爸很嚴 本來要叫他上去 你知道嗎 有聲 因為我們是去你家 那個時候 你說你要去上通告 就說 不要 我要給爸爸去重訓 韓國YY菌強化升級 YY菌加MN籌模 打造全家人的守衛隊 第三件 一折 趕緊搜尋 勇德YY菌 他用重訓耶 很少 沒有 跟我會比較好嗎 就那次啟發的 他覺得 他是重訓這塊料 沒錯 他也認為小孩機率太旺盛 對 我們家那兩個 有點過動這樣子 然後我們家就每天 互摔 互打是基本款 我家是媽媽每天又壞掉 機器拐拐的 所以我買 他們家已經那個了 家徒四壁沒有東西 反正比較有 我們家的網膠是比較 肥養貓 養狗還恐怖耶 真的 我們來看一下你們小孩的照片 有啊 你看 而且我光一睡一下 媽 我光一睡... 那下下 他就把那個我家的化妝品 就全部拿來玩 吃著臉上 這個字 對... 這個字 媽媽出鏡就開始在玩 玩的車上跑這樣 對 老婆叫什麼 叫什麼名字 這個叫NATO NATO 對 整個都吃那個土 有沒有 然後這個是他們在玩 那個PP槍 就是他們在玩那個槍 然後他叫哥哥當獵物 然後他這樣追著跑 我覺得他們沒小心 好 他們就戴著安全帽 因為不要避免妝 打到那個臉 對 然後他們就這樣 一直跑來跑去 很可怕耶 而且我覺得他們中午不睡 而且在幼稚園不睡覺 然後我們老師講說 那沒關係 那你到外面來玩 然後他當舊先當舊就玩一玩... 之後他覺得非常無聊 然後最後他就這樣走... 因為那個五歲的時候 大家都把門關起來嘛 對 然後就 等門沒有關起來 他進去幹嘛 他呢 偷糖果 還說糖果 他給他吃光耶 還本想放到裡面 他想說怎麼那麼多糖果 那應該是給... 給小朋友吃的 對 他給他吃光 他吃光支援的時候 他有一個叫玩具分享日 然後他很喜歡玩這個槍 我們家光槍就很多支了 他就帶了兩把槍 而且槍前面其實他會有 有一個子彈是軟子彈 然後呢 然後你知道小孩子 用把那個積木好不容易 要堆好漂亮的時候 已經完全就完了 然後他就哭 然後那個老師就很生氣 然後直接就寫那個作業簿 下次聯絡簿 他想說 下次請不要帶槍 他說好啊 那就不要帶槍 我帶一個... 那個什麼 弓箭 對 而且那個弓箭不是很大嗎 然後那個書包啊 他弓箭然後這邊還有一個 直接超過 他把同學當山豬 這個業務 我覺得你兒子很聰明啊 我覺得你兒子很聰明啊 他會想要射一下 而且他射到他很開心耶 真的耶 真的耶 這本性耶 這本性嗎 戀的本性 對... 這個是優良的DNA 這個要珍惜啊 保持住... 妳兒子也是精力旺盛 對 我承認我兒子 也有遺傳到我 你知道 我知道 我覺得這一切都是報應 你知道嗎 因為小時候我跟我弟 也是很貪玩 然後我們還住在台北的時候 就會想盡辦法 因為每天都關在家裡嗎 我剛剛不是講被反阻在家裡嗎 然後就會想辦法玩各種東西 有一天我們是在家裡玩火 然後就是玩那個日曆 然後就燒一張 好好玩喔 然後燒第二張 好好玩喔 然後燒了五十幾張之後 滿地都是灰 妳就不知道該怎麼收拾 後來最後拿妳們被蓋起來 結果就 直接開那個 直接開那個 我整個被打得 我應該是 我這一段後來的記憶 我被打到忘記了 我只知道我爸爸後來跟我說 你們真的差點把房子給燒了 然後來 房東不把房子租給我們 後來我們就搬回山上 搬回山上之後呢 還是可以玩喔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真的假的 我只是燒到 我們一起燒 以前沒有那個施肥的概念 我們就是燒那個草之後 那個土地的那個就會被那個 對 就用那個龜肥料 我就好開心 奶奶帶我們去燒 幫忙燒草這樣子 然後一燒 完蛋了 不得了 差一點燒到隔壁山頭 對 然後我就覺得 這真的是太可怕了 因為什麼都可以玩 可是 後來也是這樣長大對不對 對 然後輪到我 遭到報應兩個兒子 兩個兒子 在家真的是 在台北我都覺得 我們家的屋頂快翻了 然後好不容易 我們就是假日回到山上 太好了 放吧 放任 不要回來了 你回到去吧 他們就好開心 你跟山羊一樣 晚上會不會 對... 到處跑... 然後連下坡都不知道要 要煞車的那種 在煞車 他就真的不小心 就是從那個 山坡上面滾下來 滾... 然後旁邊有一個鐵桶 他就... 很大聲 就那個頭撞到鐵桶之後 就停了這樣 然後我們就想說 旁邊的長輩就說 有沒有怎麼樣... 沒關係啦 他等一下就自己跑 他果然... 他就直接這樣起來 然後就想... 沒事 繼續玩 對... 山上滾下來 完全不知道什麼叫痛 這才是孩子 應該有的生活不是 是 然後我們就是 然後在平地 我們就會看到小朋友 這樣跑到他們就是 平地的長輩們 就會很擔心 我怎麼這樣 怎麼危險 然後跌倒 就說 你怎麼怎麼樣 不是 我們家的小孩是撞到 呼一呼自己走 有一次我們山上 就是我們小朋友跌倒嘛 我們原住民媽媽就是會 跌倒喔 沒關係 你怎麼跑那麼快 這樣子 也不會殺這個 我老公他都是 比如說在家裡跌倒 撞到沙發 然後小朋友準備要哭 因為真的會痛 真的痛啊 眼淚已經要滴下來 對不對 他就說 等一下 你不要哭 你今天看一下我沙發有沒有壞掉 他就很認真 他知道嗎 沙發 他就去看看 轉移他的注意力 沙發沒有壞 是不是忘記要哭了 對 不過坦白講 這個是有一個長輩跟我講的 我聽完我覺得有道理 不是每個長輩看到小孩跌倒 都立刻去抱 他是跟我講你不要馬上抱 你等一下 為什麼 因為他跌倒之後的那個姿勢 他要靠自己調整好 對 所以你硬把他抱起來的時候 他就不知道怎麼會跌倒 他反而會有傷 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記住了 然後呢 結果有一次在加拿大吧 然後女兒從那個山坡 就跑上來 然後就跌倒了 然後我就說 等一下 等太久 等太久 等很久 這次 那才確定說 他是真的爬不起來 真的 你也不能等太久 他說真的太久 我意思是說 你不要第一時間就 對 就處理這樣子 你等一下 因為小孩是有彈性的 他有一點 他自己這樣 調整好 那時候你才去幫忙 對 比較不會留下傷害 對 他的意思是這樣 所以也不是每個長輩都會說 趕快去抱 現在還這樣嗎 會趕快去抱嗎 我們還是會 長輩看到還是會 第一次是他們親戚的 孫子 孫子 這樣生一個這樣 回到鄉下 然後就自己騎單車頭 掉到水溝 馬上叫救護車 說要送急診 上發流血而已 上發 就要送急診 其實我們部落長輩 還是很寶貝孫子的 對 我小時候游泳也是 已經溺水了 然後大腦還在那邊說 他之後就會 對 我的游泳就是這樣子 對 對 我的游泳就是這樣子 先溺水 這樣子認真的 看吧 有些真的是很極端 有一個他的小孩 被鉛筆戳到 有一個黑點 就一直問我說 要找美容科 把那個黑點除掉 然後我說 這黑點你看得很難過對不對 他說對 我說那你知道美容科 怎麼處理嗎 割開把那黑色素拿掉 然後再縫起來 所以他會留一個 更大的巴黎子 太過分了 太過分了 對 選A還選B的人不正常 原住民爸媽 最怕碰到哪件事 A 學校功課太難 B 小孩經歷太往上 我就問你正常媽節目 特地與網路KOL 進行意見大調查 我們來聽聽KOL 是怎麼說的 大家一定是A的嘛 B的話 我想想看我身邊的一些 小小朋友 那個每一個 身體裡面都裝電池 裝8顆 晶頂電池 Plus 8顆 爸媽早就已經很了解 他們一個活潑好動 天真可愛的態度 那如果說是我自己個人 小時候功課的部分 我是KKM標時期 AAA 111也是AA 蝴蝶的A 我媽媽臉蝴蝶 她都會念著蝴蝶 妳覺得 她有辦法了解 那課本上的明白嗎 妳寫錯了啦 老師說這樣寫 不是這樣寫的啦 是啦 老師說這樣寫 不要寫了啦 所以自己的答案是A 通課太難了 根據網路KOL調查結果 有22%的KOL 投給B 小孩經歷太旺盛 而有78%的KOL 投票給了A 學校功課太難 你覺得這樣正常嗎 其實我是A 都覺得學校功課太難 是一個大的困擾 所以選B的比較少 不正常 請噴 這個需要講什麼 我都知道 我都不知道 還可以噴喔 這只是噴個煙而已嘛 原來是還可以噴 而且我跟妳講 而且我跟妳講 妳要跟她攻進要射人 妳都不怕了 妳會被這個煙啊 我覺得功課真的會 會破壞就是母子之間的感情 真的嗎 我不想因為這樣子 就是破壞跟她的感情 所以我就是 從此以後都交給安心班 就交給老師啊 交給專業啊 對 就交給老師 所以不要自作聰明 對啦 真的啦 乖一點錢 叫老師來交就好了 他們給別人交喔 乖得跟個蛋一樣 真的 回來就覺得好開心喔 只要跟我玩就好了 帶小孩回部落 不希望小孩做哪一件事情 A 吃怪食物 B 打獵跳舞 A還是B 來 請舉牌 什麼叫怪食物 就是平常不接的 一般人不會吃的 打獵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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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平常 先問一下這兩個人 好 就是我們會有 那個成年禮嘛 那成年禮的時候 我就想說 小朋友他們 一定要做一件事 就是你要去山上 然後 練膽量 對 練膽量 然後會睡在那邊 可是我們想說都市的 小孩怎麼可以 我就怕死了 下屎又打獵 然後 而且我們有再去錄影的 他們說那錄影 我們會在哪裡搭帳篷 阿公就說 他說這樣子 直接泥土 這樣子然後石頭當枕頭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小孩子 比較不能接受 我們過去的教育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 是比較害怕的 像我小時候的經歷 就是我表哥 因為我表哥他天生就是 嘴巴稍微口腔大一點 有一次真的是印象很深刻 他就是半夜的時候 我舅媽突然跑 因為我們小孩子 都是睡那個大通鋪 然後那個舅媽 就突然把房間門打開 就叫我表哥起來這樣子 起來... 快點 你去客廳一下這樣 然後結果我想說 幹什麼 我們小孩子就起哄 就一起去 原來是因為我表哥 他常常就是會被抓去 給我舅媽表演就是 他會吃拳頭 你知道小朋友 因為他嘴巴超大的 然後他就可以就是 整個吃進去 整個吃進去 他在睡覺呢 對 他在睡覺 然後把他叫起來吃拳頭 然後把他叫起來吃拳頭 對 眼睛 他想走出去 一起來就要吃拳頭這樣 對 就覺得超好笑的 然後我們長輩就 好了 你表演完了 可以睡覺了 可以睡覺 多可靈 而且不止一次 什麼啦 像我們小時候 我們國小就下山了 放假 暑假 寒假 我們都會回到山上 然後山上的長輩就會開始 你不會講母語嗎 一點點 然後就會用母語跟我交談 你不會講的話 那你跳舞嘛 那你表演 你表演 你要跳舞這樣 然後小時候就有那個 就害怕 就覺得說 也不是不想跳 可是我覺得 為什麼我每次回答不落 突然要表演 我就馬上要站在你們面前 被Cue要表演 會有那個陰影 我小時候跟我妹妹也是 因為小時候很流行那個 來一段 每次一出去的時候 就是阿琳小莉 然後就這樣子 在大人面前這樣 一直這樣 一直這樣 對 看到你要跳 對 但是讓人會跳 然後兩個一直這樣 其實他們剛剛講那個成年禮 那是一個非常非常珍貴的一個習史 對不對 過去布林的時代 也有一種成年禮 那個是強加 用威權的方式強迫你的 所以那個叫當兵 所以常常會講說 你沒有當過兵的 不是真的男 對 不會有到另外一個階段 這樣 可是那種成年禮 跟他們透過部落這種長輩 去帶領的那個成年禮 不一樣 那個效果是不一樣 部落裡面什麼時候知道 這個男生需要經過成年禮 就是他開始對其他的女生 表達興趣的時候 那個部落裡面的長老就是說 這個該帶去了 是時候了 是時候了 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散發出那樣子的一個 男性魅力 男性的那樣子的一個需求 表示他的荷爾蒙濃度也都夠了 所以這個時候應該要給他一個機會 大量 沒有 不是 就讓他去經過成年禮 那個是三天三夜 而且你要能夠活著 就回來的喔 對 在成年禮的時候就是 最小的他要成長 他有膽識 膽量 我們會在部落裡面 會叫自己的孩子 然後到那個坟墓去 那離坟墓去還有一段路 但是 你知道坟墓沒有燈嗎 你要坟墓這麼大 我第四坟墓這麼大 你要把你的衣服全部找到 找回來的時候 然後就代表你是個勇士 你長大了這樣 就是你要給他一個儀式 對 你自己有去三天三夜 就那一個晚上而已 沒有到三天三夜 我們的部落是這樣過 你也活著回來 活著回來 你知道那個圖恐怖嗎 那個是 旁邊都好 大人在嚇你 很小 那很恐怖 嚇了還要嚇你 都在嚇你 還丟石頭什麼的 而且他要被綁那個繩子子器 沒有 那個不一樣 那個是另外一個儀式 就是你肯定要 那是登大人的儀式 登大人的儀式 那下面就是我來講的 他們在海邊嘛 沙子 然後買那個石頭 然後綁線 那大概十幾個人這樣子 你知道他去選哪一個繩子這樣 那選起來 然後他掏起來的時候 脫褲子 然後就 然後就蹲下 一 二 三 拉起來 你知道嗎 你就要看你自己的又很帥 他這個主要是 露落的 硬調神功 對啊 我們露落的那個 九九神功 九九神功 那秀琴呢 吃怪食物會吃到多快 都是因為他爸爸的關係 因為呢 他以前在當球員的時候 常常會受傷 然後長輩看到他的時候 就會覺得說 要給你補一下這樣 長輩就會進去煮一些 有的沒有的這樣 然後我們那時候回去 我說 這次回去怎麼那個湯很黑這樣 都看不到肉啊這樣子 然後我說 等一下喔 你要照顧妹妹 千萬不要給他吃這些 有的沒有的 然後我老公就有聽沒有懂 他也沒在管 他說好 就敷衍我 因為我們是媳婦 然後我就會被叫到廚房去 媽媽 對 然後我就想說 我老公一定不會給女兒吃這樣 然後做完家事出來的時候 我就看到我女兒在那邊 很用力的在那邊啃一個 什麼骨頭之類的這樣 我想說我女兒在幹什麼這樣 他就在那個桌子那邊 很樂意在旁邊一個姐姐 在那邊啃這樣 在那邊一起啃 在那邊一起啃這樣 津津有味這樣 一般豬肉骨這樣而已 我跟你講那吃不是豬肉喔 是什麼 我這樣近看的時候 我就一個手這樣吃 一個人的手這樣 然後我就說 然後我就一直瞪他 我說你整碗你給我吃掉 因為本來整鍋都要給他的 旁邊那些舅舅長輩 就看到就聞香而來 也要吃這樣 我就想說好 有人分掉就好了 有一次更慘 他又是一個什麼 哪裡斷掉又幹嘛的 他外婆直接叫他生吞青蛙 你知道嗎 直接啊 不管是生吞青蛙 然後他到的 然後那個他說 生的 這種東西就胃子他還敢吃啊 可是他沒辦法 他就說阿嬤就說 你這個要吃才會好 才會就是更強壯這樣子 對 那基本上吃完的時候 沒感覺啊 沒有什麼那個用出來 青蛙要蘸芥末嗎 沒有 要吞的 吞的 吞的 應該吃那個活的 吞死的 我認為都是沒有用 所以我才會覺得說 像那個女兒回去的時候 然後就會那個 我的表哥什麼 就叫陳寧 那個這個要吃 這個綠色你給他吃 我們都醃好了 然後吃下去 對你的胃會很好 他就是互胃的 互胃啦 你要常吃 你胃不好 你要常吃 因為飛鼠都吃很乾淨的東西 但那個味道是OK的嗎 那個像大便 就剛好打綠綠的耶 綠到以為會有青草香耶 我下次 綠綠哥下次我帶你去部落 3D喔 你別忘了 吃什麼 怪食物吃什麼 因為我 什麼生子氣 妳是撒基努的啊 不是我的兒子 什麼動物的生子氣 以形補型喔 對 以形補型的觀念 是因為我每次聚會的時候 我哥哥會特地去打那個飛鼠 然後我一個嫂嫂是太陽組的 然後每次看到飛鼠還不到 二十四小時死掉 就是他 是溫體的時候 他就直接從他的那個 直接這樣捏一把 你知道男的那個 公的飛鼠 他這樣捏兩把 跳有睪丸 他說那個睪丸 可以女生給女生吃 聽說是 那個子宮 復刻 對 但是他的生殖器呢 可以給男生吃 讓他壯癢 然後每次回去的 小孩幾歲要壯癢 那小孩為什麼要壯癢 三四歲就要開始裹啊 他是不是有多怕養尾啊 我不知道耶 我們家那個 我們家就是 是我嫂嫂啊 是我嫂嫂 那小孩就有吃嗎 他就這樣子挑起來 然後咬之後 拿給我小朋友吃 然後我小朋友 就想媽媽要不要吃 要不要吃 然後說你先吃看看好了 然後他放到嘴巴 生的耶 對 生吞鳥鳥 沒有 他就先嚼... 而且那個東西 就是其實你腳不爛 然後就嚼... 然後他會卡牙縫 他說媽媽這個怎麼棒 所以你趕快丟掉 你趕快丟掉好了 他也是有咬啊 要咬啊 而且皮都沒有包 直接這樣子有沒有 給他捏起來 阿娘尾 你真的太厲害了 新鮮的 對 很辣啊 很辣啊 所以我才說 就沾個芥末 至少比較好入口 可以 家裡的長輩讓小孩吃 我覺得 這是一定會的啦 但其實我... 其實不太會讓他們... 我會先尊重小朋友的意願 我說你敢吃嗎 你要吃嗎 我會跟他說這是什麼東西 他吃了 我就讓他嘗試 他不吃我也不會強迫他 但是這個侍主呢 是我老公 他回到我們那邊的部落 那有一次我們就是去... 去撈西夏 天氣很冷 然後就在那邊撈的時候 就長輩就很...很可愛就說 女婿 我跟你講 你今天真的很幸運這樣子 在這邊... 脫條 來一杯很冷喔 我喝一杯馬上不會冷喔這樣 然後他就想說 問是什麼這樣子 他說那個是什麼 他說 蔓越莓 蔓越莓啦 對啊 蔓越莓 然後我想說應該就是 可能蔓越莓果汁 再加米酒 對吧 一般都是這樣嘛 脫條是這樣 他就要喝下去的時候 我就想說那個臉怎麼那麼怪 然後他又感覺想要吐出來 又不行 因為長輩在看喔 然後忍住就把他 吞下去了這樣 他說這什麼東西 那麼新這樣子 他說 沒有 我晚上後面的我不會很幸福 真的是狐狸血嗎 應該是果汁 果汁啊 果汁啊 那真的有幸福嗎 之類的 應該沒有吧 因為... 狐狸嚇到 所以我就縮了 就縮了 對 好想說到機器 但因為就是天氣 就是那個天色黑嘛 看不清楚 那找兵拿什麼給你 你也沒辦法 好好選A還選B的人不正常 帶小孩回部落 不希望小孩做哪件事 A 吃怪食物 B 打獵跳舞 我們來聽聽QL是怎麼說的 我選A 像我之前跟我朋友 去泰雅族的部落 然後阿公就一直 逼小朋友吃等門麵 等門麵就是他們的 醃生肉 醃魚肉 然後小朋友就很不想吃 因為真的很臭 連我都沒辦法接受 阿公就很說 你不吃 你怎麼會吃泰雅族的小孩 這樣子 到這樣情緒勒索了 阿公不要再逼了 等你老的時候 小心你的孫子 每天都餵你吃等門麵 每一餐 我正題的答案選 會珍惜 所有獵來的獵物 但並不所有的獵物 我們都會吃 例如 飛行內臟 我不喜歡吃是因為 我覺得對我來說 內臟是不乾淨的 但是老人家或是長輩 他們都覺得說 吃了你才是 年輕人 但是 路的狀態才是用來沒有吃 根據網路KOL調查結果 有34%的KOL 投票給了B 打獵跳舞 而有66%的KOL 投票給了A 吃怪食物 你覺得這樣正常嗎 多數人都選了吃怪食物了 OK 所以選B的不正常 請噴 不正常不正常 你們會 我跟你講 其實你會發現人生觀 有些生活技能 或者有一些想法 其實一生受用 是來自於你小時候的 長輩的教導 所以請你們回憶一下 部落長輩有教過你們什麼事情 到今天你都覺得很受用 而你也會把這樣子的一個智慧 傳承下去 幫你 我是因為我們家就是海邊 然後可是我們家前面有溪 老人家他們會他們的智慧 他們去捕那個魚 他們會用圍的 讓魚他會去 對 在那個魚群會 他會在一個地方 然後我們就是到 下午晚上的時候再去撈 所以他們就會 滿有智慧的是老人家 他們會順應那個 現在水流啊幹嘛的 然後他也會這樣教我們的小孩 所以小孩的時候 每次去溪邊的時候 玩水的時候阿公也會跟他講說 這邊的水流 你看這個水流的形狀 要小心這邊 可能下面的時候會有漩渦 然後或者是如果你要 那個西沙西雨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 做這樣的陷阱 他們都會自動的在這邊 然後晚上的時候 我們再去拿它 所以是 這些都市小孩 不會遇到的事情 我記得我媽媽教我最 我印象最深 我覺得一直到現在很受用 我也會給我小孩 這個觀念就是說 我記得那時候 我媽媽就跟我說 小時候我們家裡 沒有什麼錢 我們雖然都要做農 我們都要做工什麼的 但是如果你以後長大 你出去外面 我們沒有錢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永遠都要做一個 有禮貌的小孩 真的 也因為他這樣子跟我講的時候 我就覺得 這樣已經自己也是個媽媽 就覺得說 我的小孩可以不要是班上最聰明的 沒有關係 可是他的品格 他的 他一定要做有禮貌的小孩 就像我媽媽這樣教我的一樣 所以我覺得很瘦 OK 所以在部落也有 我會跟我女兒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 部落的根不要忘記 我很慶幸是 他的母語 是從阿嬤開始 就教他 然後 我們現在這樣對話 雖然沒有這樣子一直講 但是他都聽得懂 所以我女兒現在 她每到 能夠回到部落 她都很開心很開心 尤其是豐年紀 她想穿著族服 然後她想下去跳舞 這個部分 我一直跟陳妮講 不能忘記 因為我在肚子生活太久了 不要忘了 各個族群都有她的一個 生活智慧 也有她的這個族群的一個 智慧的一個傳承 我們都要好好的珍惜 對不對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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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種節目會不會太... 太...太屌啊 下次我... 我不想再看了 我想看到你 我想要看到你 我想要看到你 你或者他私底下 是一個難搞的廢物 不要哭啦 看到你又更新 就是現在 脖泡 就站在這裡 你腹勾公公的手 走路正常嗎 假設我有媳婦的話 我是OK的 小姐不吸地 24小時不斷線 搶檔綜藝節目 熱映中搜尋 東森娛樂台 如果有人喜歡我們的討論 那就快訂閱我們的 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的最新影片 那還想看其他更多影片 那就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 再見囉